日前传胡锡乡代表会建议乡公所 在为得环保局有效的处置及善意回应前 择日关闭红罗垃圾掩埋场 以表达地方未受重视的不满 这建议虽未做成决议 但仍引起地方的关注 据了解消息一出 环保局长杨书顺与隔日期前往沟通 并应允一些改善条件 但地方民众调侃说 杨局长明年7月就借铃退休了 这些条件能否兑现都还是未知数 胡锡乡亲还是自求多福 与其中多所无奈 现议员许玉凯更在此次定期会中咨询了杨局长 因与地方的条件有一定的难度 在其退休后 岂不是留一个烫手三玉 让接任的局长头大 要如何取得民众的信任 这值得宪服重视 掩埋场目前主要问题在于 战存之垃圾量约有9000吨 以及111年至113年 垃圾分选之塞下物 约15000吨 合计高达约24000吨 另外 冬季东北季风或台风时垃圾外飞 严重影响附近村庄环境整洁卫生 以及对于乡公所的清洁队员的作业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这些条件说 除被民众抱持相当大的值以外 还表示澎湖冬季季风大 常让船运停航 更是雪上加霜 垃圾靠外县市焚烧不是办法 最终还是要地方设立焚化炉来彻底解决问题 记着 王海龙报道 王海龙报道